由于感冒,我提前回家,刚准备开门就听到了李思思的声音,哎呀,你别弄我,我刚收拾好,不是你招惹我的,随即传来两人腻歪的声音,一连好几周李思思都说加班不用接她,所以我也加班到很晚回家,直到那天有点不舒服,提前回家,刚准备开门就听到了李思思的声音,哎呀,你别弄我,我刚收拾好,不是你招惹我的,随即传来两人腻歪的声音, 我的手顿住了,对于这个,当初宁可和家里决裂也要嫁给我的娇气,我心里还是很感激的,只是,此刻这声音任谁都会想歪,或许是心里在害怕,我故意弄出很大的开门声,进屋,李思思一脸慌张地看着我,随即,李思思整理着头发站了起来,而罗青则挑衅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你,怎么提前回来了,那个,我有点不舒服,罗青来看看我,我点点头,说道,感冒了, 提前回来了,那你赶紧去洗漱早点休息,罗青,顾年回来了,你就先走吧,李思思说着,就开始赶罗青,罗青似乎不太情愿,行吧,行吧,那我先走了,罗青走了,我们反倒有些尴尬,顾年,他就是来看看我,我点头,只是该说什么,他们的对话,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怎么相信,只是看看的关系, 我去洗澡了,我走进浴室,里面是湿的,想起刚刚李思思穿的衣服,不是他今天早上穿的那件,我慌了,那么多改变我有感觉,可是,我对他还有感情,自欺欺人吗,我好像还真是犯贱,顾年,你先出来,我想上厕所,我收起情绪,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道,你去卧室的厕所不行吗? 嗯,我,我瞥见纸楼里乱糟糟的纸,和露出一角的胶质物,我开门,李思思明显慌张地推开我,跑进了厕所,我去卧室洗澡,我没再理会李思思,直接进了卧室卫生间,两久,门外传来李思思的喊声,老公,你在里面很久了,还没好吗?哦,你先睡,我一会儿要回公司,出来的时候,李思思已经睡了,脖子上的红痕若隐若现,次日,我提前守在他公司楼下, 不知为什么,是想提前看到他,或者是想看清他,什么心思,我自己都摸不清楚,直到看到他们,在楼下接吻,不知为何,我感觉罗亲吻的莫名很投入,我走了过去,李思思似乎是感觉到了,回头看到我的时候,有些慌,哟,我当是谁呢,顾总监舍得来接你了,我这护花使者,就先走了,罗亲看着我酸溜溜地说完,却是向李思思笑了笑点头试以后才走,顾年,我们离婚吧, 我抬头看着李思思,他家一直对我这个女婿不满意,即便现在我挣得也不算少,但是他家还是觉得,思思跟着我吃亏,虽说结婚了,却也并未公开,你怎么不说话,算了,我回家住几天,你好好想想吧,他回家的几天,似乎过得不错,每天都会更新朋友圈,愁闷之余,我和发小木则喝起了酒, 顾年,其实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不对劲,我喝得迷糊,抬眼看他示意他说下去,当时他爸妈极力反对,怎么就突然同意了,我低下头,我不是没想过,可是我终究是没想明白,其实,结婚后,我有感觉到奇怪,李思思花钱大手大脚,每天往健身房跑回来,已经累得不行, 但是他身上别说是长肌肉,肥肉也没见掉一点,除了在和我聊投资的时候,会百般殷勤,其他的时候,对我爱答不理,这样的人,怎么也说不上,是爱我爱到,和家里人决裂的样子,只是,他确实这样做了,我又能问什么,嗨,兄弟,我就是随口说说,你别瞎寻散,只是,第二天就在我们公司看到了他,由于有些宿嘴,我早上醒来,就已经有些迟了,当我狂奔治公司时, 却是被经理拦了下来,怎么搞的,穿成这样还迟到,我刚想道歉,却是看到了罗青,只见我们老总王小冬,陪着笑,将他送了出来,哟,小姑,你在这上班,罗青好像和我很熟一样的打招呼,我还没说话,我们老总便接了话查,罗总你们认识,他在我们这可是很能干的,做事,罗青不笑了,看着老总说道,我们罗氏投资,也是看门面的,就他这邋里邋遢的样子, 是想告诉我,看错公司了吗?老总原本笑得像朵花的脸,还没收回笑意,一时比哭还难看,经理倒是会来世,凑过来说道,罗总您不知道,这人惯会偷奸耍滑,总在我们王总面前装情分,经理说完,老总也反应过来了,王小冬指着我说道,既然这样,你,被辞退了,果然,这句话说完,罗青继续脸上堆笑的,伸出手对王总说道,祝我们合作愉快, 看着这狗腿的样子,我气不打一处来,反正这工作是保不住了,本来昨晚宿罪就头疼,现在也不想继续忍了,王总,您刚刚是说,要辞退我,王小冬不耐烦地看着我说道,对,你被解雇了,赶紧滚,王总无故辞退,是不是该先跟我谈谈赔偿问题? 王小冬吃笑一声,然后指了指经理说道,别以为我不懂法,不就是给你补一个月工资吗?非法辞退双倍赔偿,王小冬说道,双倍就双倍,找财务来给他一万,多出来的就当是喂狗了,随即,王总就打算送罗青出去,我继续高声喊道,一万,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一个月工资最低也得十万打底,双倍赔偿也就是二十万,王小冬听到这句话,震惊地看着我,随即看向经理,经理点点头,随即头扭向一边,装作看不见,公司之所以效益不好,还真跟着王总脱不了干系,一个销售经理馆,我们设计部就算了,连主导全都在他手里,所以,我空有设计总监的名头,还是得听他的安排,导致我的工资也只是不上不下的尴尬,也正因为我的安于 现状的性格,才没跳槽,这王小冬更不用说了,抠门小气还自私,甚至公司的事啥也不管,一到发工资,就各种找问题扣钱,你,你就是那个姑娘,王小冬叫出我的名字,仔仔细细打量了我很久,王总这是舍不得了,罗青看着王总问道,王小冬突然狂笑,我还以为他疯了呢,王小冬笑够了,对罗青说道,罗总放心,这人我早就想辞了,站着毛坑不拉屎,还要那么多工资, 您不是有事吗?您先去忙,罗青摆摆手,打算往外走,罗青,你到底走不走?这个声音,是李思思?果然,抬眸就看到李思思站在门口,一脸怒气地瞪着罗青,许是因为看到我,李思思脸上闪过一丝摸不清的神情 罗青看到李思思来了,倒是很热情,走上前搂着她向王总介绍道,王总,这是我女朋友 哎哟,真是郎才女貌啊,我已经听不到她那恭维的话了 在看到李思思随她走进来的那一刻,我的脑子已经荡机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离开的 只知道,王总回来的时候,对我破口大骂,我回了回神 对她说道,怎么,不想赔钱?差点搅黄老子收购?你还在这等着挨揍吗? 王小冬刚说完,经理却是上前拉了下,他小声地说,不能辞退 不然我的活没人能干,王小冬一听更激动了,大喊着 老子早就,让你辞了他,你说没人能干,我已经找好了设计师 还找了俩,一个月也就一万工资,不比养着这玩意强 经理也是敢怒不敢言,看我斗鸡似的盯着他们又问道 那老板,这工资,我看着倒是很想笑,活该,自己捧出来的,自己供着去 给个屁 王小冬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怒喊着,有本事你就去起诉 老子有的是时间陪你耗 我愣了下,然后对他灿然一笑 直接进到大家办公的地方大喊道 王总把公司卖了,要辞退我 但是工资不发,补偿不给,让我去起诉 大家听听,这是人干出来的事 你们可想好了,这要是以后要辞职,他会怎么对你们 而且,罗氏收购这家公司,可不是为了继续经营 罗青之所以要收购这公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整我 至于我走以后的烂摊子,罗青又岂会管 王小冬上前就打算揪我脖领子,我随即叫嚣着 你打呀,打了就不是配工资那么简单了 只是,随即他手机响了,当他看到来电显示时 揪着我的手放开了 本来还骂骂咧咧的王小冬立马毕恭毕敬地接通了电话 那个号码,我很熟悉 熟悉到,我可以倒背如流,挂断电话 王小冬嘴都快里到后脑勺了 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呵斥道 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 罗总女朋友发话了 她可以帮我请个大律师,就为了跟你耗着 这一刻,我方才的张狂,止于可笑 我颓废地走出公司 抬眼便看到罗青的车 丧家犬出来了,思思你不看吗 罗青的嘲讽传来 我闻声看去,便看到李思思坐在副驾驶上 头都没抬 没意思,走吧,去商场 李思思是跟罗青说的 而我被轰鸣的跑车扬起的灰尘,呛得治咳嗽 想到当时,他们在客厅的样子 我忽然为自己不值 抬头看看这间大厦,曾经为之拼搏 却因为这样一个水性羊花的女人落得这不田地 我不甘心,凭什么不喜欢了,就可以把我一脚踢看 当时的雄心壮志,却是转瞬即逝 回到家,我什么也不想干 醒了就喝酒,困了就睡 直到那天早上,我是被微信吵醒的 我拿起手机发现发消息的是穆泽 点开微信,便看到图片上李思思笑意盈盈的接吻照 我急忙拨通穆泽的电话 你哪来的? 新闻都出了 这是昨天李氏集团官宣和罗氏集团家族联姻的订婚宴上的照片 我急忙挂断电话 想要拨打李思思的电话 手却是抖的 我终究是拨打了电话 只是显示战线无法接通 我坐在床上,一时不知该做什么 手机铃声响起 我一机铃,却是看到是我妈的电话 儿子,李家这事不拿你当回事啊 原打算一切落定,再和父母交代 此刻我一时不知该接什么话 儿子,不怕 他老李家有钱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你回来继承家产 有爹给你撑腰呢 徐师听出我的无奈 我爸在旁边大声地安慰着 嗯,行,我知道 你们别担心 我能处理好 挂断电话,我不禁苦笑 我爸这话说的 回家继承我家那三间大瓦房 都能说得这么有气势 只是当看到李思思发来的照片时 我直觉逼人太甚 若我还是不为所动 又怎称得上是个男人 随即,我掏出了手机 那些画面简直不堪入目 却是我逼他有效离婚的最好证据 看到我,李家的保姆阿姨 很是讥讽地说了几句 见我不走,方才让我等着 然后便进了屋 我等了半小时 才有人来开门 只是我没见到李思思 而是看到了罗青 思思还没起 要不你先进来 我面无表情地进了屋 这一切倒是依旧陌生 罗青递过来一杯茶水 俨然一副主人的样子 姑娘 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但凡有点长进 李叔也不至于看不上你 我看着眼前这个靠着家里的钱 混日子的富二代 却是不想反驳 毕竟人家就是厚脸皮地觉得 吃父母和父母的天经地义 我所有的努力在他看来 只是狡辩 我现在只是后悔当初没有把思思抢过来 害得他被你拖累 你怎么起来不叫我啊 李思思下楼时还在抱怨着 看到我的时候明显愣住了 我抬头看着李思思说道 我们谈谈 李思思点点头 拿了包便和我出了门 在咖啡厅 李思思破天荒地没有说话 我只想说 现在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所以 我直接说道 你出轨 想安稳离婚 就按我说的做 李思思抬头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怎么 要我给你证据 说着 我将手机递了过去 其实 我们家客厅一直有监控 就在决定和他谈谈的时候 我忍住恶心 看了所有的监控记录 他们调情不仅是在卧室 甚至在客厅 也好 省得我到处找证据 李思思看着脸都绿了 毕竟这监控当初 还是他要求安的 如果你同意 那就把王小冬欠的那 二十万钱散费补上 家里的积蓄一人一半 当然房子卖的钱归我 那房子是我爸妈省吃俭用出的首付 至于后期贷款 一直是我在还 李思思的工资 别说补贴家用 他每个月的花销 都还得我给他贴钱 李思思瞬间怒气冲天地 指着我的鼻子吼道 姑娘 我和你结婚 已经是很给你脸了 你现在 跟我计较这个 我摇摇头 说道 你说 我把我们结婚证发网上 你会不会出名 而后我指了指 咖啡厅的监控继续说道 紧接着 我把今天见面沟通离婚 并大打出手的视频 放出去的话 你家的股份会跌几成 瞬间李思思的态度软了下来 说道 姑娘 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 李大小杰说出这句话 不觉得恶心吗 你带着你的情夫 在我公司大闹 不仅害得我丢了工作 还害得我连赔偿都没有 怎么 李大小杰是打算拿我当王八 绿了我 还得让我给你留个假 李思思脸已经黑下来了 毕竟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 我对她是真的有求逼应 李小杰考虑考虑 明天给我答复 刚好给我时间 把视频剪好点 毕竟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傍晚 李思思就发消息表示接受条件 但是要立刻离婚 就这样 我们领了离婚证 我拿到赔偿款的时候 我们的房子也刚好卖出去 与此同时 听说罗氏集团收购了我们公司 我拉黑了李思思所有的联系方式 工作 生活双失忆 我决意回家发展 儿子 天涯何处无芳草 离婚也不怕 你拿着这些钱去买套别墅 咱就不幸来年调不到个金龟婿 啊 令我震惊的 不仅仅是我妈说的话 更是她手里递过来的黑卡 妈一着急说错了 是不愁好姑娘嫁 不是 妈 你这黑卡哪偷的 赶紧给人家还回去 说实话 我第一反应 是我那丈母娘 拿着黑卡扔给我妈 然后一脸轻蔑地说了一句 随便刷 只要你儿子离开我女儿 都怪李思思闲着没事 拉着我看那些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偶像剧 我这都被传染了 想到这些我有点难受 曾经的一点一滴闪现 恨是真的 可自己付出的感情 也是真的 只是我还没伤感完 我爸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 臭小子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我捂着脑袋 看着他们你弄我弄的 有点委屈 刚离婚就回家来吃狗粮了 哎呀 你对儿子温柔点 我妈称怪地打了我爸一下 然后开始给我解释 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 我爸妈为了实现 让我在逆境中成长 一直都在营造我家 只有一个小卖店的假象 实际上 我家连锁店 已经遍布全国了 我激动之余 却是忽然反应过来 这算是我勤场 职场双失忆的补偿吗 只是 现在我也算是个富二代了 不得有点表示吗 我花大价钱 置办了一身行头 趁着李思思婚前宴请之际 我开着豪车隆重登场 哟 土包子花了多少钱 做来的这身行头啊 罗青说着 却是将李思思搂在了怀里 笑着看向李思思继续说道 思思 来者是客 要不请她喝一杯 罗青说完 随即递过来一杯酒 我上手打算接 罗青却是当即收了回去 看出她的意图 我也不再隐忍 直接将那打算 倒在我头上的酒杯打掉 杯子都拿不稳 是不是不行啊 说完我将手里的 见面李递了上去 看来我这礼物 还是很配你的 罗青没有接 而是被那个 看不惯李思思的女人 抢了过去 当礼物拿出来时 那绿帽子很是显眼 与此同时 场馆的大屏幕亮起 所有人的视线 都被吸引了过去 只是这活春宫 却是惹人脸红 甚至有人回头 看看那绿帽子 又看看屏幕那笑 说明了一切 罗青 你别相信她 这是假的 是合成的 随即 李思思大喊大叫着 让工作人员 关上大屏幕 很快 大屏幕被关了 所有人都在 窃窃私语 三弟啊 这帽子 就当哥送你的了 毕竟你喜欢 说着 我就趁那人不备 将帽子拿过来 戴到了罗青的头上 罗青似乎是受了刺激 一时还真没注意 倒是让我给他戴上了 怎么回事 这人和罗少认识 他怎么说他 是他三弟 没听说罗家 还有别的亲戚啊 难道是堂哥 那罗少也不是老三啊 我知道这人是谁 就他前夫 你们忘了他 不是刚离婚吗 说这话的人 就是刚刚抢帽子的女人 此刻正指着李思思 还说得特大声 这些话传出来 随即有个大聪明 喊了出来 三弟 不会是指小三吧 小三被小四戴了绿帽子 前夫哥掐点送祝福 此话一出 瞬间人群热闹起来 闭嘴 罗青怒不可遏地大喊着 上手就想打我 只是 和我比起来 他那身体还真弱级 眼瞅着被我躲过 罗青大怒 指使他的几个跟班 让他们按住我 只是 我也不是没有准备 我摆了摆手 我爸给我配的保镖们 已经走进来 站成了一排 那几个想动手的瞬间 缩了回去 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前的事 罗青你相信我 李思思拉着罗青的手解释着 见罗青不为所动 忽然将矛头转向我 姑娘 你怎么有脸 来针到这一处的 看清楚 这是咱们婚内的事 要不是你不行 我怎么会去找新花 李思思说完 瞬间吃瓜群众看向我 听到的话里 还不乏有些贬低我的声音 我还没开口 传出来一道女声 哟 婚内出轨给自己找借口 还不忘贬低前夫 小姐 你脸皮够厚的 寻声望去 却是只看到了一抹背影 戏也看够了 该回去了 那美女出了门 随即一个富二代 狗腿地跟了上去 李思思被戏谑了一通 瞬间炸毛 想要上手删我 却是被我身后的保镖拦住了 你身为前夫来这闹 是不是太没规矩了 罗青似乎是反应过来了 虽说是不敢动我 却也是装得很有气势 嗨 我就是凑个热闹 说着 我转身往外走 还不忘丢下一句 那视频是他常去的健身房的 什么时间的事 自己去查咯 身后的保镖见我离开 这才甩开李思思的手 还不忘嫌弃地擦了擦手 在我出来后 很快传来罗青取消婚礼的怒吼声 不多时 罗氏集团婚前酒会 准新娘行为不断的新闻 不禁而走 新闻里显示 当时罗青吼完就出来了 那绿帽子戴了一路 直到门童给他取来车提醒下 他才把绿帽子摔在了地上 甚至有些好事者 还给配上了鬼畜的背景音乐 也有一部分巴我身份的 不过被我爸压下去了 毕竟 我家向来以低调刑事为准则 不久就传来罗李两家的婚事 因不可控因素暂缓的消息 而这时的 我已经决定出国进修 要不说有钱就是好呢 出国进修这事 都不需要私量 就被我爸妈办妥了 甚至 我爸动用关系 直接在我是最有名的设计公司 给我挂了名 只是 当我开门进屋的时候 却是看到一个身穿吊带的女生 在抹身体乳 我急忙道歉 表示走错了 只是出来对了 许久的门牌号发现 我没走错 逼不得已 我给我爸打去了电话 儿子 咱钱得花在刀刃上 不是整租租不起 而是合租更有性价比 行了不说了 电话费挺贵的 挂断电话 我愁出良久 终是踏上了台阶 那女生 见我再次进门 倒是没啥大的反应 你好 我叫江黎 姚焕生 住两年就走 见人家这么大方 我也不好扭念 握手自我介绍 我比你早来几天 已经选好房间了 你住剩下的那个 就这样 我和江黎 开始了合租的生活 江黎这人挺好说话的 只是有一点 她要求必须把她的一张照片 摆在客厅显眼的桌子上 或许是我还没放下李思思 我总觉得 这张照片某个角度 和李思思很像 只是 毕竟是个小姑娘 也不触及我的底线 我也就默认了 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 不是学习交流 就是回家里睡觉 那天刚准备吃饭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你好 是顾年吗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很是耳熟 总觉得在哪听过 你好 是顾年吗 我捡到了你的画册 想问下 怎么还给你 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自己的画本 落在展馆了 明天我去展馆 您看您方便吗 对方表示可以 只是我没想到 捡到我画册的是墨依 墨依 国际知名模特 我看到她的时候 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慌张 请坐 她说着 还给我递了杯咖啡 谢谢 我 我请您吃个饭吧 谢谢您保管我的画册 墨依看着我 随即笑了起来 我惊慌地站了起来 她却是笑得更开心了 你坐 别这么拘束 说实话 我很喜欢你的设计 所以想看看你本人的样子 我受宠若惊 毕竟虽说我一直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但是能被她这样知名模特看上 让我有种能吹一辈子的感觉 就这样 第一次见面就以我的不断犯傻中度过 后来 随着她经常的出现 我也就恢复了正常 毕竟当偶像变成身边人 也就很难时刻恭维了 更何况 墨依这人反差真的很大 我这人本来就不通全谋 当初去闹过了 也就觉得翻篇了 直到那天 墨依给我发微信说 罗家犯事进去了 我这才想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 我对李思思的关注越来越少了 我抬头看着给我准备饭菜的江黎 那种熟悉的感觉依旧 只是 在查到她的身份后 我却是怎么也生不出感情来 江黎似乎是感觉到我在看她 还故意地表现出 吊带不受控制往下滑的样子 我见状走了过去 没有说话 只是帮她扶正 江黎依旧在主舟 只是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那衣领低的一片春光 哎呀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吓我一跳 江黎装作被吓到 却是直接跳到了我的怀里 你这就被吓到了 我玩味地俯着她的头发问道 江黎瞬间就软了身子 一股香气袭来 我却是推开了她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说着 凑到灶台前去看粥 江黎显然愣了下 点头应试 那我到时候去送你 她再次点头 随即摇头 我没继续说 而是收拾碗筷吃饭 江黎一改方才地娇羞 接过我手里的东西 让我坐等 开饭就好 老实说 这一年来 江黎对我的照顾我看在眼里 可偏偏 她忙我那么多 又怎么让我信任 此时 门铃响起 我起身开门 却是看到李思思站在门外 一见我就叫嚣道 学啥不好 学狗血言情句 你以为出国我就追不过来了 李思思说着 却是满脸笑意地看着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 李思思扒拉开我 直接进了屋 此时 江黎走了过来 我一手将江黎揽在怀里 看着李思思问道 李小姐有事吗 李思思明显地不开心 上手就想扒开我的手 江黎也不似 从前那种活泼性格 只是低着头 姑娘 我觉得 我们需要谈谈 一听这个 江黎便接话道 你们聊 我先走了 说完江黎就进了屋 随即传来他 收拾东西的声音 李思思见状 却是坐在沙发上 看着我们收拾好的饭菜说道 正好我饿了 边吃边聊 我看他这样自来熟 直接抢过他手里的筷子说道 有事就说 没事请你离开 只是李思思还没说话 江黎就拎着行李箱出来了 顾 顾哥我先走了 我交换时间到了 得回国了 你要是收拾完了 我送你去机场 我无视他们的表情 而是说完 就准备接过江黎的行李 江黎却是没松手 不用了 我自己走就行 李思思见状 直接搂着我的胳膊 开始撒娇 这么长时间不见也不想我 当真是个没良心的 我掰开他的手 然后说道 请你自重 我们只是离婚的关系 说完 我就直接抢过了江黎的行李 我觉得江小姐 应该也不需要你送吧 李思思说完 看着江黎又补了一句 你说是吧 江小姐 江黎点了点头 试图从我手里 收回自己的行李箱 见我不松手 江黎眼里含着泪的冲我吼道 你干嘛非拉着我陪你演戏 我笑着看着江黎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这是演戏 而不是真的想送你 原本低着头的江黎 此刻抬头看着我 却是随即拎着行李出了门 我本打算追出去 却是被李思思拉住了 李思思怒目言真地看着我 大声呵斥道 有意思吗 顾年 两年了 你还是一点长进也没有 李小姐请你搞清楚状况 现在我们没关系 李思思本来生气的 却是在此刻 一脸羡媚地说道 顾年 我知道你气我什么 可是现在 你不也有过新欢了吗 我们扯平了 所以 回来好吗 听到李思思这句话 我感觉我的气血在上冲 原来她打的是 这个主意 我怒不可遏地吼道 滚 李思思却是笑嘻嘻地往沙发上一坐 掏出一打纸递给我 你好好看看 上面赫然写着租房合同 是将李转租给她的 我不想理她 回了自己房间 然后就听到李思思找人搬家的声音 她搬家 我也搬 她搬近 我搬出 只是就在我收拾东西时 被人从后面抱住 顾年 我知道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我没说话 只是掰开她还着我的手 顾年 我对罗青不是真心的 我们也没结婚 你还爱我不是吗 我回头看着她 她还是那么好看 幽暗的灯光下 更添了极许温情 顾年 李思思见我不动 喊着我的名字凑近 只是 当她嘴唇贴上来的时候 我本能地躲开了 她和罗青热吻的画面闪过 我不禁反胃想吐 顾年 我家遇到了困难 只好求助罗家 我和她只是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就要 滚到床上去 我反问 李思思不再说话 眼里饮满泪水 李思思 我们现在只是离婚的关系 顾年 你家明明那么有钱 却骗我没钱 当初要是你能坦诚相待 我又何必去和罗青演戏 说到这 李思思的眼泪掉了下来 那画面很美 再配上她精致的妆 是真的美 李思思抱住了我 说到 顾年 我爱你 我和她 不过是家族联姻 现在好了 她进去了 没有人会阻挡我们了 李思思说着 捧住了我的脸 那情愫 若是以前 我怎么会忍得住 可是 此刻 我推开了她 李思思 婚内出轨 不是我逼的你 家里有困难 你完全可以和我说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和你提过多少次 你只是装没钱 顾年 你现在和我说 一起想办法 此刻我才想起来 李思思当初无数次说 想要我出钱投资 想来 以她家的能力 想查我爸妈的资产 是易如反掌 只是 那时候的我 却只想着自食其力 根本不知道 我家不止三间大瓦房 如此 我并不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只说工资 她随便花 眼下 我才真正明白 她的用意 原来 她是在一遍遍地 试探我家的家底 如今她能追过来 我又怎会信 她是为了我 李小姐 请自重 说完 我拿着东西出门 李思思在后面大喊着 顾年 你是我的 迟早我会追回你 听到这些 我不禁加快脚步 我只知道 我不想和她再有牵扯 其实 我已经休学得差不多了 余下的 也不是非要在国外待着 我爸妈也说看我打算 所以 我的回国手续 都办得差不多了 本就打算这个月就回国的 既然 李思思愿意待在这 那就让给她 如此 我没了住处 还是墨夷收留了我一晚 只是 回国后刚进公司 就听说来了个实习生 听同事说 长得贼好看 我笑了笑回办公室 准备我的设计 公司为了更好的宣传 报名参加了宝阁主办的设计大赛 而我作为学成归来的设计师 自然是想通过这个大赛 摘掉资本进场的标签 顾设计师 我能进来吗 就在我为设计做准备的时候 传来敲门声 进来的人 却是出乎意料 江黎 你怎么在这 江黎将手上的文件递过来说道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我点点头 原来是他 你来是有失 江黎就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急忙说道 今年大赛改风格了 说是要参赛人带着自己的模特 接受评委的现场出题 什么 就是 每个参赛人都要带上 符合自己作品的模特 等评委出了题 在48小时内 设计并制作出自己的参赛作品 我了然 这件事虽说是新鲜 倒也是更显公平 也更考验设计师的应变能力 忽然想起 江黎回国那天的样子 我问道 你和李思思认识 你是说房子是吧 我当时房子不到期 在网上招租来着 嗯 我点点头 虽然他们关系不一般 但是他不说 我又何必继续问 小姑啊 你有没有相熟 哟 聊什么呢 还未见人先闻其声 只是当江总看到江黎在我办公室的时候 却是一脸看戏的样子 看着我俩 哦 江黎来告诉我大赛的规则 哎 我正想说这事呢 你有没有相熟的模特 听到江总的询问 我开始思考比较适合的模特 江黎却是出声道 我在学校的时候是离队的 如果 我抬头看着江总说道 江总 我先想想吧 等确定下来再告诉你 江黎适时地收声 出了办公室 江总坐下来看着我 欲言又止 讲书 您有话直说 我看他那样子 要是我再不点名 这一上午就得号着了 这不是你妈嘱咐 我给你留一点小姑娘 我看小江这姑娘就不错 叔 我现在没那打算 我听说之前在国外 就是他陪着你 我来你这是工作的 不是来相亲的 嗨 就你 讲书直接顿住了 急忙找不到 我嫂子的话 我得听啊 行吧 行吧 我知道你不爱听 我先走了 我让咱公司的设计师 全时间在线 又不懂得 可以随便问 刚刚的话我能听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 我一个大男人 设计女款衣服 就是瞎胡闹 就连我爸妈都这么觉得 所以 这次大赛 我既然去 就要做出成绩 与此同时 我手机响起 听说你需要模特 不知道我在不在你的背悬里啊 你 知名模特 给我这个小设计师展示作品 大才小用了吧 电话那头的墨衣笑得爽朗 笑骂着我 还是那么没胆量 说真的 需不需要 刚好那几天 我没事 有莫大模特加持 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听得出来 莫一很开心 毕竟电话里 传来他那五音不全的哼唱 如此 模特敲定 索性他能驾驭的风格 以及所需的尺码 倒也都是熟悉的 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受邀前往酒店 应要求手机 以及一切电子设备 都要上交 模特和设计师 一起待在分配的设计室里 不得接触别人 随即 我们通过直播 与各位导师相见 设计界的大拿 被邀来了不首 其中也有一些投资方 不过投资方只是观摩 我宣布这次的设计主题是 哎 这个主题 也算是老生常谈了 希望我们的设计师 能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莫一听到这个撇撇嘴 对我说道 看来这主办方 有点针对你啊 我抬头看着他 表示没懂 你这孤家寡人的 懂什么是爱吗 我失笑 别看这人走秀的时候 挺高冷 其实私下里特别活泼 你还笑得出来 看来是已经想好了 我没否认 莫一这人很有眼力 玩笑会开 也知道什么时间 该给我空间 只是 就在我设计稿 即将完成的时候 门外传来的吵闹声 我习惯性地 将之前的设计稿 压在了上面 我正打算起身 去看怎么回事 却是已经有人闯了进来 来人是个小姑娘 我有些眼熟 却想不起在哪见过 莫一见她在设计台前 张望直接挡在了前面 只是随即就有工作人员进来 看到那小姑娘 便对我这样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说了 在设计期间不可以见外人 您这见面 存在违规的嫌疑 我们并不认识 所以 麻烦问下 这位小姐 您进来是有什么事吗 那女生却是直言 顾总监 您不是说让我 呃 不好意思 我走错房间了 说着那女生就往外走 却是不小心掉了的纸团 工作人员立马捡了起来 打开看到是一张设计图纸 很明显 那设计的样式 和这次主题很是贴近 这话说一半 却是直接坐实了她 认识我的事实 随即调出的纸团 也明晃晃地印证了 他们认为我作弊的猜想 抱歉 顾设计师 或许您需要给我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 我看了看那小姑娘 似乎是真的有点眼熟 如果您给不出解释 我想 您和这位姑娘 以后也很难在设计接待了 毕竟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对您的影响 您是清楚的 那姑娘一听 立马哭着跑上来 揪着我的袖子哭喊着 顾总监 跟我没关系啊 我只是听你的话跑个腿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您救救我 解释清楚啊 顾总监 这个称呼 唤醒了我的记忆 那不是在王小冬 王总公司上班的时候的称呼吗 而这个小姑娘 我细看一下 还真不只是眼熟 我见过她的照片 你是王小冬的人 他是王小冬后来招上来的 其中一个设计师 这是我离之后 之前的同事跟我八卦的 只是基本上就是吐槽 出镜社会的大学生 什么也没摸清呢 就被王小冬安排在重要岗位 只能说瞎胡闹 后来 公司里的老人走得走 跳槽的跳槽 也就没什么八卦了 那姑娘只是一味的哭喊 根本不接话 既然您认识 这件事也就不是 我能定夺的了 工作人员说完就打算出去 却是被墨依拦住了 墨依一脸严肃地 看着工作人员说道 您是否需要去查查 这姑娘是怎么进来的 毕竟这酒店属于封闭式管理 她能进来 也定是有人帮忙 我也随即补充道 我虽然知道她是谁 但是并没与她商量过作弊的事 如此因他人构陷 就取消我的参赛资格 是否太过武断了 那工作人员思考了下 点了点头说道 您可以继续完成设计 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调查 一旦证实有问题 那么您的参赛资格随即取消 可以 那麻烦您了 工作人员往外走的时候 打算带那个女生出去 那女生却是哭喊着 顾总监 您不能不管我了 好在有保安在 倒也不至于 让她继续闹下去 对了 您可以查查她的账户 毕竟能赔上自己的设计前途 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套白狼的 说完 房间内恢复了平静 你是不是猜到 是谁陷害你 墨一问着 还不忘去检查 房间有没有锁好 猜不到 只是能顺利地进入酒店 还能准确无误地 找到我们房间 肯定就是为了找我麻烦 所以看来是我得罪的人 而且是个有点能力的人了 我说完继续弄我的设计稿 墨一也就不再言语了 好在当晚我就设计完成了 只要第二天 把衣服制作好就可以 墨一看着我的设计稿 连连称赞 表示她很喜欢 设计这件事 当然不仅仅为了设计衣服 最主要的是 依照模特的特征 把主题融入进去的同时 借模特衬衣服 也要用衣服装扮人 当晚 我们回到卧室休息的时候 就已经不早了 所以睡得比较沉 次日 醒来的时候 已经十点了 这水杯是每天都会换吗 我看到来送餐时的人出口问道 餐具每天都会换的 水杯本来是不会的 只是听说入住了新的赞助商 我点点头 当衣服做出来的时候 墨衣换上就开心得不得了 我就说 你的设计最棒 我笑着说道 你这句话 要是被那些给你做过设计的人 听到可是 要找你算账的 他们那些都是为了让我去衬衣服 只有你的衣服 是真的很合我的心意 你开心就好 说着我也笑了 此刻的墨衣 就像个完美的艺术品 与那件衣服融合得恰到好处 比赛进行的时候 我坐在后台 却是在想昨天的事 也特意嘱咐 和我相熟的工作人员 一旦查出结果 可以告知我 我要举报 顾年的设计 完全是抄袭 与此同时 外面传来的声音 让直播镜头 直接转向了我 那人是另一位设计师 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 站在台上 我是大赛的设计师王燃 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的设计 昨天突然有个女生闯了进来 我还差点被主办方 以违规为由要求退赛 好在我解释清楚了 只是我没想到 今天这个顾年 就拿着跟我一样的设计来竞争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昨天的那一出 是为什么 台下哗然一片 主办方叫停了模特秀 是以我给出解释 我的设计理念是友情 一提到爱 似乎就会想到爱情 但是 大家想想 我们的朋友 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给予我们无私的爱 他们不求你记得他的付出 只是在默默地帮助你 只希望你能在困难的时候站起来 所以 在我看来 朋友间的爱 反倒是纯粹的爱 火热 而又引在细节处的爱 大家看一下 我的设计 是以黑色打底 而又有橙色点缀下 映出白色的微光 可能友谊不曾被歌颂 但是却总会在暗夜下 射出光芒 在我的一番阐述后 传来了大家的鼓掌声 以及大家的议论声 对哦 你看那女的设计的 就只是黑色和橙色 一点也没有顾设计师的出彩 那女生听到台下议论 明显慌张了 转而却是又像是听到什么指令一般 捂了下耳脉 然后说道 我承认我设计的确实不出彩 但是 就算他编故事的能力再好 也不能掩盖他抄袭的事实 而且 我今天也问了主办方调了监控 那天那个女生 后来进了你的设计室 评委也随即补充道 顾设计师 还是需要证明下 我想 我们应该看一下昨晚的监控 毕竟我的设计稿 能够出现在别人的手中 我也很震惊 那女生进来的时候 我确定 我是将设计稿盖住的 就算是 晚上有人偷溜进去 以我的睡眠质量 应该是能听到的 而且 我没抄袭自然不怕查看监控 我看了一眼那个女生 竟然也没什么反应 监控下 一切似乎很正常 除了昨天下午的那个女生 其余时间 都是工作人员依照规定的进出 看完监控评委都在摇头 其中一位说道 我想您或许 我能证明 观众席传来的声音 是李思思 李思思身着一袭长裙 又穿了一件长袖西装 虽是名家设计 却是和她往常的张扬形象不太符 李思思站在台上 掏出手机 让工作人员转接到大屏幕上 视频中是昨天闯进来的女生 而与她在车里交谈的 正是现在站在台上的王然 如此 两人有够当这件事不说 也能看出来 所以 王然设计师 您和闯进房间的人 确实是认识的 主持人恰到好处地询问 让台上的那个人哑了口 随即 王然像是发疯一样 冲向李思思 一把剪刀 直接刺在了李思思的胳膊上 李思思被带下去包扎前 还冲我喊道 老公加油 我相信你 可是 此刻我关心的 却是李思思从未设计过设计圈 怎么会出现在这 与此同时 墨一走上了替台说道 我也有证据 只需要和我的助理视频下 主持人表示没必要 毕竟刚当的事 已经说明 是那个王然抄袭 还倒打一耙 墨一说道 但是 我觉得顾设计师在洗清嫌疑的前提下 更希望被看到的是他的才华 评委中最具权威的简教授 示意主持人同意 如此 墨一和助理连线 你去我梳妆台下面的抽屉里 找一本画册 直播下你翻找的过程 当画册被翻开的时候 我所设计的盘扣样式被展现出来 与我作品上的盘扣相比 虽说不完全一样 却是可以说出句雏形 这本画册是顾设计师进修时的手稿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上这件衣服的盘扣设计 就是他手稿里的一部分 当然 如果有人质疑这画册的出处 我可以在大赛后 提供给主办方进行笔记鉴定 墨一说完 恢复了模特该有的样子 更加全面地展示了我所设计的衣服 只是 在墨一转身的一刹那 却是和我印象里的那个背影重合 是她吗 那个仗义直言的美女 比赛结果 我获得了第一名 墨一由于有工作 下了台 就急忙去赶车了 而我在出门前 就看到了李思思的助理 带着一群人进去了 我询问工作人员 那些人是干嘛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 他们就是新入住的赞助商 床品 茶具等 都是他们提供的 我了然 点头致线 在我走出酒店的时候 李思思就等在门外 见我出来 李思思撒娇地说道 我胳膊伤了 只能你开车了 我没有说话 接过钥匙 示意他上车 一路上 李思思一直叽叽喳喳地 说个没完 见我不搭话 李思思问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人家都为了你这样了 你还生气 李思思说着 举了举胳膊 我没有扭头看他 只是说了一句 在开车不能分心 我知道你恨我和你离婚 可是当时我家经济出现危机 罗家要求我们订婚 才会出手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 我们只是订婚 根本没有结婚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李思思哭累了也就睡了 我默默地打开暖风 李思思醒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他家 见他醒了 我下车准备出门去打车 却不想 刚下车 就与李思思 他妈赵梅 打了个照面 小姑你终于来了 你看我和你伯父 特意给你准备了晚饭 咱们进屋聊 赵梅说着 就往屋里让 李思思随即从车上下来 也顺势跨着我胳膊 往屋里走 碍于长辈的面子 我倒是不好拒绝 所以 我趁洗手之际 给墨依发了个消息 让他一会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借口离开 我刚在饭桌前 手机就响了 我示意有事去接电话 随即聊几句 就回到饭桌前 表示有事先离开 李思思他爸李奇 见我要走 却是直接起身 举杯说道 小姑 我知道是我们李家对不起你 这杯酒 就当我赔罪了 见此 我也不好推诿 喝了一口 就表示着急要离开 李奇却是继续说道 小姑啊 是叔叔不好 没交好女儿 这杯我干了 给你赔不是 我明白 这酒是不喝不行 只好将酒杯的酒 喝了个干净 好在李家 没有继续刁难 我拿好东西准备出门 却是感觉浑身燥热 腿上发虚 而此时的李思思 也已经换了一身 丝绸面料的薄纱 赶过来扶我 我明白我中招了 想要挡开他搀扶的手 却是在触到他冰凉的手的时候 摊了一丝清凉 只是 就在此时 李家的门铃响起 李家保姆开门 却是一瞬间 涌进了好几个粗壮大汗 随即 墨依踩着高跟鞋 走了进来 我迷迷糊糊的 只知道 似乎有人将我抢了过去 随即被人扶出了门 要不说墨依飙悍呢 就在我已在墨依身上 感受清凉的时候 一巴掌结结实实地 落在我的脸上 哟 还挺Q弹 墨依坐在车上 看着我 还不忘调侃 已经清醒的我 你下手怎么这么重 你看我脸上这巴掌叶 我照着镜子 嘟囔着说着 确实也庆幸 墨依把我带出来 此刻我要是再不知道 李家打的什么主意 但这么多年 还真就白活了 打你都是轻的 我是不是给你提醒了 让你别动任何东西 水都不要喝 墨依恨铁不成钢地说着 却是随即递了个冰袋过来 好在墨依的保姆车上 有冰箱 此刻 这冰袋既能消肿 还能散热 倒是好东西 随即墨依敲了敲 前面的车挡说道 回酒店吧 他这脸见不得人 我捂着脸 敢怒不敢言 明知道我要见人 还下这么重的手 到了酒店 墨依直接把我推进浴室 告诉我自己解决 然后就走了 我委屈 我难过 我疼 但我不说 只是 就在我进在浴缸的时候 却是收到了李思思的短信 故年 我会让那个野魔知道 抢我的人是什么下场 我叹口气 看来我真的需要做点什么 让他知道 惹我是什么下场了 当然 大赛主办方的调查结果 也随即公布 只说是王然嫉妒心切 才恶意雇佣保洁员 进行构陷 这结果 和我所猜测的大相径庭 但是 也只能做罢 次日 我就去监狱见了罗青 你来干什么 罗青原本很平静 只是当看到来人是我 却是明显暴躁了起来 我来就是想看看 丧家犬是什么样的 罗青满眼狠利地看着我 却是无声地说道 等我出去 我他妈弄死你 我笑了 随即说道 你还有几年来着 两年吧 可惜了 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罗青脸色变了 却也没说话 只是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 不过也好 丝丝应该不想看到你 罗青疼得一下窜了起来 大喊着 你什么意思 丝丝 丝丝不是在想办法救我吗 哦 昨晚在床上丝丝 不是这么说的呀 看来这丫头还不老实 贱人 这个贱人 李丝丝 我就知道 你是个贱人 罗青叫骂着 却是忽然 看向我说道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李丝丝这个破烂货 你还是做珍宝 姑娘 你做好了 绿帽别带歪了 哈哈 看守的警卫见他如此激动 直接把他带走了 自从设身名利场 我自是知道这些大家族 都是背后有利挂钩的 既然当初罗家和李家联姻 说明利益往来更甚 以罗家的累累罪行 李家也不可能干净 之所以李家没被拖下水 想来是罗家有意保下来的 至于 为什么保 当初李丝丝和罗青 那么仓促的订婚 想来就是因为这个 罗家保不住了 李家有把柄在他们手里 要想抽身 只能是许罗嘉宜的未来 罗青的罪行并不大 判了几年 出来后 有李家这个月账家 也不愁前路 所以 我要罗青返水 我就是要告诉他 李丝丝可没那么安分 随即 我买通了罗青的兄弟 让他探视的时候 带起句话 毕竟 我一个人说的不可信 但是 三人成虎 由不得罗青不信 做好这一切 我就去菜市场买菜了 毕竟 墨一已救我一命为由 要求我给他当十天活夫 这天 我正准备烧菜 却是被弹出的新闻框吸引了 什么时候做法 我饿死了 墨一大喊着 却是凑过来和我一起看新闻 主管收到实名举报 李氏集团存在严重违规行为 经查情况基本属实 现依法对李氏集团负责人李奇 进行传唤 后续相关调查结果 将择日公布 你干的 看完新闻 墨一拍拍我问道 我点点头 起身回厨房炒菜 原以为一切都平息了 我就可以在事业上大涨宏图了 却不想回家 我妈就以大丈夫先成家后 立业的谬论 要求我赶紧相亲 第十五个怎么还不来 我坐在咖啡厅无聊地嘟囔着 相亲这件事 自从被我妈敲定后 真的是一连几天 我都在忙着见姑娘 虽说母命难为 但我也只是走个过场 因为我心里有个模糊的影子 催使我再等等 至于等的是谁 我暂时还未看清 顾设计师 我抬头看到 来人竟然是姜黎 你也被逼相亲啊 我笑着问出声 随即给她点了杯果汁 虽说李思思名义上是姜黎的小姨 却也是扒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所以 当初我调查的时候 还花了些功夫 当时她回国的时候 我也是故意表现的亲近 以此来离间他们的关系 想来李思思回国后 对姜黎也没什么好脸色 因此 一抱还一抱 我也就对姜黎没那么抵触了 只是大赛后 姜黎就辞职了 对不起 之前和李思思骗了你 没事 和你没关系 姜黎喝了口果汁 却是低着头没说话 两久 似是下了什么决心 姜黎才看着我说道 其实 她一开始 是想让我做你的模特的 我不置可否 表示猜到了 只是你没看上我 所以 听到这我直接喷了 啥叫没看上 不是 当时你没用我当模特 所以 她只好高价收买了一个工作人员 趁机给你们的水杯底 抹了安眠药 我说 那天我们怎么睡得那么沉 而且第二天 杯子也换了 后来 那个工作人员借口 新赞助商入住换杯子 把设计稿偷拍了出来 难怪当时没查出异常 原来是趁我们睡着了 以植物之变境的门 姜黎点点头 又抿了口果汁说道 我要说的说完了 明天我就要出国了 今天就是来和你告别的 我点点头说道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资助你 姜黎摇摇头 表示 这次出国 是自己成绩过硬 学校给的机会 出国后 也会勤工俭学 再也不会受李思思的支配 加油 你一定可以 姜黎笑了 当她变回那个敢说敢干的姜黎 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姜黎走后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墨依的电话 你要不要来郑的外宽 听到她的话 我笑着应下 此番正合我意 不然怎么逃离我妈的魔爪 随即 我给我妈打电话 表示要去给朋友帮忙 只是 不知道怎么传的 到最后传到蒋叔口中 就变成了 我去给女朋友帮忙 彼时的墨依就在我身旁 还笑呵呵地和蒋叔打招呼 李氏集团被查 李思思却被保了下来 由于之前罗家被查 李家已然有了打算 所以 李思思生活虽不如前 却也有点小钱 她疯魔地招了很多设计师 想要把王小冬那个公司发展起来 却是吕被爆出抄袭 不出一年就关了 再次收到李思思的消息 是在一年后 她似乎是想入住我蒋叔的公司 却是被蒋叔的秘书 直接挡在了门外 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倒是没什么反应 只要她不作妖 我倒是无所谓 这天 墨依出席一项珠宝活动 我借口学习珠宝设计 也跟了过去 谁承想 活动开始没多久 却是听到保镖说 李思思也来了 李思思这人疯魔地很 所以我给墨依发消息 提了个醒 好在李思思一直很是端庄地坐在那 看着这场展示 我吩咐保镖一定要盯住了她 有任何苗头直接拿下 却不想 快轮到墨依上台的时候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她 墨依的助理快疯了 急忙跑过来找我 我直接去查了监控 却是发现 墨依被一个工作人员指引着 上了天台 随即 我看向李思思的位置 却发现她已然不知去向 我顾不得许多 冲上天台 墨依被李思思绑在天台的一把椅子上 李思思此刻手里拿着刀 抵在墨依的脖子上 李思思 你想干嘛 李思思冷笑着看着我说道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却想要甩了 我和这个女人双宿双弃 姑娘 我那么爱你 你却这么对我 你真的有心吗 我还在想 怎么稳住李思思的情绪 却不想墨依开口了 爱她 李小姐 我记得 你当时婚内出轨 甚至流出和小四苟且的视频 导致只是跟小三订婚 没能结婚吧 我疯狂给墨依实眼色 却不想她根本就不理我 甚至想要继续说 你闭嘴 李思思大喊着 手上的刀 也抵得更深 墨依此刻才开始慌了 那眼睛含着泪看着我 我说不出的心疼 李思思 伤害你的人是我 我和她换 行吗 李思思看趟我 又低头看着墨依 却是忽然失控般地大喊道 就是你这狐媚子一样勾引的她 我让你看她 李思思怒喊着 扬起手中的刀向墨依的眼睛刺去 好在保镖 此刻已经摸了上来 顺势制住了李思思的胳膊 我急忙上前去解墨依身上的绳子 我想将她扶起来 她搂住了我 随即 吻了上来 感受到她在发抖 我抱紧了她 并化被动为 主动地吻着她 李思思仍在叫嚣着 却是被保镖按得死死的 与此同时 警笛声传来 保镖直接拖着李思思离开 我不知道我们吻了多久 直到感受到墨依周身发烫 我才反应过来 李思思竟然下药了 如此道也解释了 墨依为何会被她治住 我顾不得细想 急忙打了120 然后用外套挡住墨依的脸 抱她下楼 好在有惊无险 墨依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直到配合警方调查我才知道 李思思打的就是同归于尽的主意 要不是保镖一直盯着她 当时在天台 她拿的可就不是一把水果刀了 墨依在听到我的复述后 问道 本来她想拿啥 我看着她说道 猎枪 墨依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多闹道 怎么可能 你骗我的吧 她怎么会 见我没有改口的意思 墨依似乎是信了 我就是故意骗她的 谁让她在危急时刻 还那么大胆刺激罪犯 就得吓吓她 让她以后长记性 想到墨依说的那些话 我忍不住想要正视下 墨依 我问你件事 墨依看着 却是亲了上来 随即开始搬我衣服 我吓得推开她说道 你干嘛 我冷 想让你给我暖暖 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墨依再次亲了上来 这一次我 却是没再躲 反而比她还投入 墨依回暖后 躺在我的怀里说道 当初我就该骂得再狠点 然后给她弄得头版头条 让她身败名裂 省得她现在作妖 我问道 什么 三年前 我被某个傻叉邀请去罗氏宴请 就看到你上门砸场子 要是那时候认识你 我一定把她钻地放 我笑着 将墨依伦的更紧了 只为让我们更紧密